这里没有找到停车位 我们的车继续往上走 但在上面的几个停车场 找个空车位仍然是难上家门 这边太困难了 现在这个时候来香山 我觉得做得很太好 你要是让我来 我肯定不会来香山 真的 拥堵的交通环境 让当地的村民和游客 都没了好心情 出去回不了家 出去要不早出不去 回家回不了出去 人身安全还不算 不是很保证 然后那车有的时候 开的比较猛一些 如果呼吸的话 可能就会有什么好 那边是上山渡的一塌糊涂 这边下山也不容易 马路上的机动车 一次排上了大队 公交车站里 也是一片幽度的影响 我都走了一个小时了 这边是往上挤了一下 可惜没有挤过是他们 那有两个孩子 那人八重人都上不去 车门都关不上 有没有后悔 今儿刚才应该别来 后悔了 我说今天真不该来 好下午 机车再次回到了香泉环岛 这里呢是位于五环路上的 香泉环岛 距离香山 大概有两公里远的路程 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了 可是我们发现在 去往香山那个方向的路上 车辆拥堵的情况 依然没有得到缓解 非常支持 我觉得这个不行 我希望我们下一次 可以坐直升机来香山 赏红业遭遇了这样的交通打拥堵 让人急得都想坐直升飞机了 据交管部分统计 10月15号是香山红业节 开幕后的第一个双休日 共有6500辆机动车 和78000名游客到香山游玩 10月22号23号这个周末呢 估计有8000辆小客车 和9万名游人来到香山 香山地区道路交通 曾超宝和照 其实是从香山陪业的意义来 高平平均一直就是一个 让人投诚的老奔 虽然今年这部门都谨励 寻求解决方案 但拥堵的情况呢 似乎并没有什么改观 那么香山究竟堵在哪呢 从五环路出来 香圈环岛是进入香山地区 遇到的第一个词件 记者看到 在香圈环岛